這位蒙了面的男人 先用硬物叫爆的士車窗玻璃 整塊玻璃應聲破裂 之後他伸手拿走座位上的一個袋 並且伸個投入車廂嘗試解鎖 打開車門後 他就立即偷走三部擺放在車頭的電話 隨即關上車門逃之夭夭 整個過程只是大約半分鐘 事發於星期一下午時分 現場位於大角咀 一名50多歲的士男司機 當時下車去洗手間 沒想到他的的士 竟然成為賊人的目標 當他回到的士準備離開時 發現車廂內一片狼藉 先警覺遇洩 據了解市主損失三部合共約值 7,000元的電話 以及1,000多元現金 警方正追緝涉案而反下落